安樂史的部分 還有補遣業務的所有的一切的業務 還有狗狗的訓練 好 你講那麼多我等一下 用數據來跟你反駁 謝謝 你們的這個選柱是不是 舉辦的特殊活動呢 縮容所的設施改善呢 還是流浪國 捕捉或是任揚 還是人道處理的數量呢 你們的選柱是不是這一些 相關的人道的處理部分 我向揚演報告 就是說在 安樂史的部分 就是說去年的一百年的話是 百分之 將近百分之六十 好 那這些你不用說 這些數據我都知道 我就是要跟你討論這些數據 OK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捕捉的 在一百年的時候 五千六百多隻 五千六百九十五 那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六千一百七十六隻 相差了四百八十一隻 錢增加了 捕捉的越多 施主的送養 送交 也增加了兩百三十隻 去年是九百三十七 今年 一千一百六十七 這些數據 相當可觀 而且相當多 增加的數量也很多 那我們 有 植入晶片的 領回的 去年四百九十五隻 今年七百三十四隻 跟我們 這個捕捉到的數據 差的非常多 有植入晶片的 才領回七百多隻 那有五千多隻呢 都沒有植入晶片 那沒有植入晶片 表示我們沒有落實 佔的比例 一點點而已 還有我在這邊提到 所內的死亡率 佔了將近十八趴 佔了十八趴 死亡率相當高 這代表我們 動保住 是動物的煉獄 這先過理破了吧 這一點我補充說明一下好不好 你所謂的自然死亡 百分之十八 因為大家都知道 狗狗是從外面進來 流浪犬的部分 他因為你外面在流浪 他會感受其他很多的傳染病 所以到我們 那個動物之家的話 他這個 可以死亡率在百分之十八的話 已經相當的低了 何況我們台東市 是全國所創 十八趴相當的低 你如果當作人的時候 我跟你說 一趴就很高 剛開始的時候 是百分之十七 那為什麼近來會產生 這麼多的這個比例 你看看去年十八趴 今年還是十四趴 沒有啦 去年 一百年是十八趴 一百年一年是十四點四 因為楊毅寧那個資料 是我提供給你的 所以我想 這個資料我們都會想 一百年是十八趴 一百年一年是十八 一百年一年是十四點四 所以 你不要說那個數據 我現在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的動保術 幾乎是動物的煉獄 而且死亡率太高了 你們要好好的自我 你如果當作人 一百年要有十四的人不去 我剛才到外面流浪 他沒有去得到傳染病的話 譬如說他有些惡性的傳染病 他來到所內的話一定會死亡的 跟我們人一樣 人會去跟便宜 他也是死亡一樣的動力 那裡面的受益醫師要怎麼辦 都沒有在做嗎 都沒有在做嗎 都沒有在盡力嗎 有啦有啦 你不記得 所以我跟你說齁 你這個要特別幫我注意 死亡率要降低 好好我盡量 還有我們人道處理的 這個比例 也佔太高了 所以我在這邊齁 所謂的人道處理 你也知道啊 安樂死 在這邊我希望 我們處長 多多的去注意 這方面的 這個動物的生命的問題 也希望你揚眼多多給我主導 謝謝 指示了 這個動保條例一周年了 你看這隻狗很漂亮嗎 讚齁 很可愛 很可愛 這隻鳥也很可愛 對 但是你給我看看這個數據 其實上齁 其實上流浪的動物齁 他在外面都會感染疾病的啦 你每天都要捕捉 16.9 用365天我下去 除下來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安樂死呢 每一天也是13.6隻 縮容所自然死亡率喔 這個加加起來 我們這一個 自治條例 動保自治條例的成效 好像 不怎麼好 成果很差 你這個視數的話 我反駁好不好 因為你說 每天捕捉16.9隻 或是每天安樂的13.6 這個用這樣翻算的方法 我非常認得不妥 是不是我書下 要向你報告好不好 這樣不對 這樣算得不對 這樣算得不對 因為每天捕捉的話 我們不會抓的嘛 撿幾個都會抓 每天安樂死的部分 你這樣算每天13.6 不對啦 這個數字這樣不對 這個數字還可以 我可以這樣向你解釋 好不好 這樣的數字 我用全部的數據下去 你雖然是不對 可是有這麼多的數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數量 你不能只跟我解釋 你要跟我們民眾解釋 你曉不曉得 你曉得 你曉得 安樂死每天13.6不對 不可能這樣做法 是不是我私下向你解釋 希望你把這個事實 你好好在這邊解釋一下 你既然要解釋你就解釋 因為所謂的安樂史的部分 我們以前台東市的話 跟以前的台東縣 兩個台美合併的時候 幾乎一點差不多 一萬五千到一萬六 但是 從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答應 我們盡量把這個安樂的投資 降到五千頭以下 所以前年跟去年的話 我們都 前年的話是四千 一百年是四千九百九十五頭 然後一百年也是四千九百九十四頭 那我們現在 正積極的想盡方法 把這個安樂的投資 降下來 所以你用這個每天十三點六支的話 以這樣算的話 好你認為 不能用每一天下去算 可是數據還是這麼多啊 對 每天不能這樣用 但是事實我同意 但是不能用每天這樣安樂的事實我不同意 你雖然不同意 表示說有可能是零 但是有可能一天是好幾百支啊 對不對 你看你的說法是這樣 可是 你還是這樣 還是死了這麼四千多支啊 總數量還是這個樣子啊 沒有降低啊 所以你以後 到位 也是那麼多數據 我是要這樣平均 找起來 讓你知道說 你一天處理這麼多 沒有啦 沒有每天處理的啦 沒有啦 沒有每天處理的 可是一年就是處理這麼多支啊 一年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但是你不能用每天 因為這個每天跟一年的話 我用這樣的數據是要讓你警惕 你的平均值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我警惕 謝謝 對不對 你不能用平均下來 你不能夠認同 可是你全部的數據就是四千多支 將近五千支啊 對這個我會認同 我們這一個動保條例通過了 有一連串的這一個數據 說實在的 這我每次講起來都很累 也很痛心啦 尤其我們 101年的 被的預算 比100年多了三倍 動保越保 其實抓的果越多 殺的越多 究竟保了什麼 副市長 動保越保 抓的越多 殺的越多 究竟 保了什麼 副市長 能不能解說一下 包括議員 我知道議員 一直對這個動物保護非常的關心 非常的用心 我們真的非常的欽佩 我想這是一個 文明社會應該有的態度 可是政府立場也是這樣 我們不會是說 為了 為了 捕捉 這個犬隻流浪狗 而去捕捉犬隻 或為了要讓牠安樂死 而去捕捉 都是 為了要保護人民的安全 因為這個都是 回應民眾的需求 那我也知道 因為 剛開始合併的時候 動物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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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錯啊 我希望我們市政府 要重視這一點 會 把狗當成人看待 那當然一定的 有的時候 不要把狗 只是當成動物看待 好 副市長你請坐 謝謝 不會幾個問題 請這一個 處長 你解說一下 游浪國 目前 大概有 數量是多少 兩個園區的話 將近差不多 五百五十幾隻 這數據怎麼來 我說外面 我靠的 你們 園區當然 算的當然也知道啊 園區以外的地方 現在游浪國大概有多少 將近三萬四到三萬五中間 數據怎麼來 你根據怎麼來 這是那個榮委會 他有透過台大的會教授 他去犯算的 換算的 那也是大約的數據 我希望我給你一個建議 用普查的方式 來做一個徹底的普查 部長 那我們現在 動物跟貓的這個 直晶片的比例多少 差不多百萬 原區以外的 原區以外 原區以外 應該是包括前大台東 大台東 數的話 百分之五十八 這麼高嗎 有 確定 你就不知道外面 大概幾隻 現在還知道說有 我剛剛提出來的數據 在我們被捕捉到的這一些 今年有六千一百七十六隻 可是領回的只有七百三十四隻 表示我們這一個狗跟貓的植入晶片的比例 才幾個%而已啊 不是你想像中的 你說的五十八 六十八 五十八 你都沒有一個根據 沒有一個 有啊 每個晶片都有 你的數據怎麼來 市值都有key in的 都有資料的 我可以在試下拿給你 OK 好不好 五十八都有 目前做幾頭 每一頭 每一頭 我狗狗 貓咪 他都一定要做晶片 都一定要key in的 好 你請坐啦 謝謝 我希望 我們這一個 農業局局長 還有我們市政府 對於這個晶片的直路 要 徹底的執行 小狗丟了 還可以再領回來 才不會製造 我們台中市榮的這個 流浪狗煩濫的情形 再來 補塑甲這個問題 黃市長 黃副市長 我把你升官了 你知道嗎 我們動保自治條例 有說禁用補塑甲 補塑甲會傷害到 小狗的這個身體的安全 有一個動保團體 他提供我一個資料 所以從去年到今年午夜 狗跟貓 做到補塑甲 傷害的有將近34隻 小狗有28隻 貓有11隻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拿到 這個補塑甲 這是朋友提供給我的 還有 在哪一個五金行買的 都貼在這個上面 我不曉得 我們市政府 執行的成果是怎麼樣 補塑甲 對於這個補塑甲 還 從去年到今年五月 發生了 34隻被補塑甲 夾到受傷了 處長 局長 你們哪一位要回答 我回答好 我想這個補塑甲這個事件 在台中市的動保自治條例 這裡有規範 台中市的任何人 都不得使用補塑甲 所以在一百 總共查號的二十屆 動物受傷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有 陸陸續續的在輔導 然後在對於全國的 宣導的部分我們加強 好 好 我們時間到 請處長在書面 打呼楊議員 好 謝謝 下一個